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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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今天的會話篇 我們上次剛剛說了去海關 入境時有可能用到的日文 過完關之後當然是拿回行李去坐車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一下 坐車出去市區時有可能用到的日文 第一個我們要去車站買車票的時候 而你又找不到那個機器 你就可以問別人 どこでキープを買えますか? どこでキープを買えますか? 這裡跟大家重溫一下文型 どこ就是哪裏的意思 キープ就是車飛的意思 你看到它的切符 不要以為它是什麼 切符?要切什麼符? キープ的意思是飛的意思 然後かえます就是可以買到 かえ是一個可能型 所以整句大家可以問 在哪裏買到車票? どこでキープを買えますか? 好!下一個了 當你買到車票之後 你想問一下人 車要坐多久的 因為你可能未必每個站都會 不知道哪個站下車 但你可以看著個鐘 因為日本的車都很準時 一個鐘就是一個鐘就到達 你可以問個人這句話 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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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的文型就是かかります かかります かかります是花費的意思 你可以用在錢上 或者是時間上 都可以用這個動詞 然後どのくらい 就是有幾長 how long 的意思 最後一個要學的 就是你想問下一班電車是幾時 因為你可能已經等了很久 你都不知道他究竟何時才到 你就可以用以下這句問他 ズキノデンサーはいつですか? ズキノデンサーはいつですか? 那電車大家之前就學過了 電車 ズキノ就是下一班 下一班的意思 然後這裡的いつ いつ就是何時 所以你想問人時間的時候 也可以說いつですか? 這樣 好!到大家上了車了 然後你不肯定 我答得對嗎? 會不會飛去另一邊的 那你就可以試試問你 旁邊的乘客這句話 この電車はここに行けますか? この電車はここに行けますか? 那這裡就是 この電車 這個電車 ここ 就是你指著他們的圖表去看 然後問行けます 行けます 是可能影 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問 這輛車能不能去到這裡 有時大家去一個地方 未必能夠直達的 很多時候都需要轉車 那你就可以問一問人家 轉車 或者在哪裏轉車的時候 用以下這句話 有時大家去問一下 或是你想問哪裏 就在前方 どこで何にかえですか? どこで何にかえですか? 大家記得了 何にかえ 就是 change 車 change 車 就是半車的意思 然後 どこで 在哪裏 所以這句好用的 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就忘記了那個Nonikae 然後就不停問他 清詞 清詞 他好像不太懂得到我說什麼 但是 後來不知道要畫圖畫 攀地圖出來畫圈圈 然後他才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大家如果要轉車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這個名詞 Nonikae Nonikae 好 今天就來到這裡 今天很簡單分享了五句 大家有可能會用到的日文 當然你在實際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日文可以用到的 但是希望這裡最簡單最簡單 是幫助到一些剛剛初學的朋友 或者是不太懂日文的朋友 你待會可以指著這一句 就問得到然後 然後就搭得到你想要的車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先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我會Post很多新的資訊 在那裡 還有如果你想溫習的話 記得按我的IG 這個生字卡 還有一個就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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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